通过211-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计划 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寄身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 形成了木课与在线教育发展的中国范式 我们先后举办了中国木课大会 世界木课大会 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理念、技术、标准、方法 评价等在内的木课发展的中国范式 截止2022年2月底 我国上线木课数量超过5.25万门 注册用户达到3.7亿 已经有超过3.3亿人次的在校大学生 获得木课学分 木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创新创业教育领跑世界 持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3万余门 在线开放课程1.1万余门 聘请了17.4万名行业优秀的人才 担任创新创业的专监职教师 超过1000所高校的139万名大学生 参加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高等教育服务国家的能力显著提升 高等教育主动将自身发展的小逻辑 服务服从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 获得了60%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 全国60%以上的基础研究 80%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由高校承担 高校为高铁 核电 生物育种 疫苗研发 国防军工等重点领域提供了关键的技术 参与研制了超级计算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神州系列等国家利器 支持引领文化强国 人才强国 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 美丽中国 平安中国的建设